大家好,我是Stan 唯一重新回到所属公司Attracts的50成员Kina 将代表5050出席2023年皮尔布的音乐奖 这将是自5050事件之后 首次以团体名进行的正式活动 所以在这个活动之后 所属公司会不会马上公布第二期的计划 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 5050今年以爆红歌曲Kip It成功入围了 最佳二重唱组合和最佳全球K-POP歌曲两个列别 所属公司表示 Kina将参加于美国时间11月9号举行的Peerboard音乐奖 但是否出席颁奖典礼现场或以线上采访形式参加 还在上头中 而在这个过程中 外国媒体的反应也引起了航网的关注 Peerboard最近透过标题为 Attracted Court 3 Member of 5050 报道了Attract公司的近况 Attract公司已经向5050的4名成员中的3名 发送了解约通知 他们解约后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引起了外媒的注意 尽管经历了纠纷 很长时间没有进行任何活动 但Peerboard自己发布了这篇文章 这代表着美国市场一直在关注他们 粉丝群仍然存在 而另一家美国娱乐媒体 Soon Pi 引用了Attract的话 报道了Kina将参加颁奖典礼 公司与Kina一起重新整顿团体后 会向大众们展示未来的活动 这是一篇相当有意义的报道 不仅是报道了Kina参加颁奖典礼 还暗示了Kina未来的活动 也就是5050的下一步 然后大家知道吗 在Kina回归后 韩网就持续有很多算民说 Kina只是与全代表最久的联系生而已 实力不是很好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Kina的实力 Kina的反转歌唱能力 惊讶了韩网友们 那三个人自己开设新账号 只是相信海外粉丝们的支持在嚣张 现在怎么办呢 海外媒体也在期待新的50 看留言的风向也有所改变了 在电视里看到Kina参加Piboot的样子 肚子会非常痛吧 应该就好像是撕掉了好几张 乐透第一名的感觉吧 前成员三人马上就会被遗忘的 说实话 本来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长相 现在更不偶其他们在干什么了 只是关心Kina和所属公司的计划 透过颁奖节礼 在海外能重新引起话题 希望能赶紧招新成员开始活动 以为只是rap唱得很好 没想到歌唱得也这么好 甚至连声色也疯了 速度出道也能成功的 Kina透过两次的选择 来回了地狱和天堂 这次真的是做了人生最棒的选择 因缘Niki呢 所以说 当自己认知自己下的决定 是错误的时候 不要因为面子自尊心 继续就那么逞强 能够放下回头重新开始的人 才是最勇敢的人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JYP娱乐的日本女团Niju 的韩国出道曲 韩网真实反应 哦 发音怎么这么好 除了副歌部分 No I get down my neck之外 简直就像是韩团一样 大方 有点2010年中期K-pop歌曲的感觉 歌曲成员们都好可爱 但是不看歌词的话 就会有点听不懂 只有韩文不错的一两位成员发音好 本来就很喜欢Niju的歌曲 又常常听 我以为突然听韩文歌曲会很不适应 但发音比想象的还要好 已经将这首歌加入播放清单了 因为Felix所以看了MV 没想到歌曲这么好听 希望能在韩国成功 所以 对于Niju的韩国出道曲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觉得Niju在韩国会成功吗 到底是谁 ODj caffeine 在这个 说 是 不 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